大家好,我是黄大师 今天的相学小知智 我们来看女子九三相 富贵好面相 什么叫女子九三相 古术上的女子九三相 是指她静态的五官长相 符合相礼 还有她动态的行为举止 符合节度 就是优雅雍容端庄的九三相 九以后是动态 八以前是静态 所以统称为九三相 十二以后再开列 第一就是要头圆而平 我们看这两位美女 一位大肠筋 一位上市公司老板的老婆 你看她额头高宽 女孩子的额头不一定要凸 但是要匀嫩饱满两立 就是要像这种额头 这个目测就知道了 就是她这种额头这个幅度 看起来她的头就是远的 头圆而平 第二股细皮划 看起来就是要白泡泡默默 她的皮肤要细致 如果你的毛细孔比较粗 你就比较容易停留在劳工阶层 美女白白亮亮的 那五官长相就要照相里 第三皮肤白嫩 跟那个骨细皮划差不多 第四眼长眉秀 我们看这张图 这叫柳叶眉 她这种眼神 她有双眼皮 眼神看起来内在的才华 有一个定见 眼睛黑白分明 第四就是要 眼长眉秀 再来纯红齿白 我们看这两张美女 这一位是重庆的美女 她就有符合刚刚我们讲的那五张相 这一张也是 这一看就知道贵妇价 整个亮亮的 眉清目秀 额头平整 饱满圆润 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纯红齿白 牙齿没有看到 你的牙齿要大要白 最好足32颗以上 符合这些条件越多 你就越具备贵妇的条件 会如何名 那这张照片是看她的地格 地格饱满 我们之前讲过 娶婆看牛内 牛内看鱼 笑起来眯眯眼 有点弧度可会 额头也亮亮的 娶婆要娶这种 这做成本也很好 这个会善待我们嫁过去的女儿 这张也是美女 头颜而平 骨细皮划 皮肤白嫩 眼神和慧 她的眉眼不错 她这个眉毛是柳叶眉 柳叶眉是女生最好的眉型之一 就是性情温和 看起来要端庄 要秀丽 颧骨也饱满 然后地格有朝兜 这做成本很好 再下来 她年轻一点的时候照得像 她这张有刘海 如果你是职业妇女 你的额头就要亮出来 额头云亮 云秤 饱满 没有受伤 没有违章见绝 然后颧骨也饱满 眼神和慧亮丽 你如果额头太高 就建议你 刘海盖一点 她那个呈现出来 精神气色 整个亮丽 你就是一个贵妇像 好以上的简单解说 希望各位可以理解 九三项 我们开这个三到五期 因为很难在 三至五分钟的视频 通通把它讲完 以上 对 对 我们下期再见